我们新加坡的职业 不会因为疫情而停下来 我们还是线上线下 不停地在做调整 疫情爆发以来 许多弱势家庭无暇关心孩子的学业 新加坡85位雌青和年轻人 启动线上客服 为小朋友解决功课上的难题 不少人的心理健康 也因为疫情受到冲击 青年中心团队 积极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环保意识 我们希望为正在面临心理问题的 青少年还有大众 给他们极需要的帮助 给他们免费的辅导和治疗 启动城市农耕 多元形式推广输食 小小孩也能分享吃素的好处 如果我们可以遭到更多的人来推速 一秒钟就不会有2556只动物被杀害 还有如果全部人都吃素 这样就不会有COVID-19了 用心耕耘四大之夜 新加坡志工继续精进 爱的足迹深入每个角落 大爱新闻 林斯文 刘洪志 花链报导